训练领导人 这就是我现在的目标 我要给他们维德教育 这训练用一个词来说 就是维德教育 这也就是说 这种教育 它是维德 也就是本我 就是总体知识的本身 而总体知识的本身 它的意思是 无限的智慧 具有能够把一切组织起来的能力 每一个人 都是 那总体自然规律的物质性的表述 也是宇宙宣章的表述 然而因为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 使得这颗钻石被用了 被用了石头的价钱给卖掉了 人类的生命 完完全全是神圣的 基本上来说 完全是神圣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就是教育的火花 教育人们 教育人们使他们明白 我是总体的 我是宇宙性的 我是 无所不在的 我是无限的 我是 自强无敌的 每一个个人 基本上都是 这些特质的 具体化 有这些 特性在他的内在之中 而这也就是 每一个人的潜能 是要透过 维得的知识 来使他们绽放的 只要知道了 一样事情 也就是 只要成为本体 只有在本体自己的层面上 这不是用语言来谈的 其实这件事 没什么好说的 唯一能够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 就是要让心智 心智成为这个本体 然后呢 心智它就真的是本体了 所以呢 在现行的教育当中 所欠缺的是什么呢 所欠缺的就是本体 就是本体的艺术 就是本体的科学 所欠缺的就是本体的科学 与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我很多年前就已经写了 但是并不是通过阅读来达成目标的 我认为阅读是浪费生命的 本体就是要活出完美性 所以教育应该是要在本体的层面上的 而我现在 在这个新的一年 我就要展开新的训练课程 要来训练所有的领导人 我并不是要用给知识的方式来训练他们 知识永远也无法完全的把我们跟真实连结在一起 知识只是用谈的 在谈生命的真实 你可以阅读书籍 你可以写作 你可以写书 你可以阅读书籍 你可以谈论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存在 为了使存在 能够真正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产生效益的 就是你要成为本体 所以呢 本体就是教育所需要的